好的 刚刚我们的列车到达了新的一站 我们也欢迎了十一位新的乘客 你们好 欢迎 非常可爱的男孩女孩们 她们是一些年轻的职场人代表 也是要乘坐我们的列车积极反攻的 投入工作的欢迎你们了 欢迎各位 那泽灵我听说呢 在接下来这个反攻开工的过程当中 我们有一些乘客遇到了一些难题 我们来听听看有什么帮助可以给到他们 也听一下我们的环节规则 是的 我们本轮有三个情境 针对每个情境呢 嘉宾们需要给出即兴的反应 每一个情境表演完之后呢 新乘客们会投选他们更喜欢哪一个人的回复 得票更多的人呢可以获得我们的积分 好 第一个主题是 如何应对春运路途上遇到的熊孩子和熊家长 我们的熊孩子由秦潇贤扮演 太像了 熊孩子 穿得也很像 你这个动作要出来做 披着熊皮来的熊孩子 我们的熊家长由李雪芹扮演 我的好大儿 好大儿 还有一位泽林是我们的同伴 我们第一轮要考验的是迪哥 目前里程最多的帮手 接受考验 准备 在节后返工的火车上 你穿着崭新的衣服鞋帽 正在和同伴热烈分享着彼此的新年半量好物 和对新春的满怀期待 新春开门红豪彩好运气 你看我这衣服是不是 新年我这开工的战袍 来年一定红红火火好不好看 逼述的好看 这个时候对面的小朋友突然开始大吵大闹 哎呀 干我儿子多聪明 哎呀 干嘛呢 真好乖 我要吃包包草 好 那个小小朋友这里是公共场合 能不能安静一点小朋友 哎 他多大你多大呀 多大点事啊 你跟他计较什么 这是个小孩子 这是你说 请这位大姐把刚刚说的话再说一遍 我正在直播 厉害了 这是欺负我 大家来评评你 你让道德都没有 哎呀 又心脏不油 哎呀呀呀 妈妈没事 你怎么这样给我妈妈 她想道德绑炸我 好 大姐已经上船了 谢谢杨别 太厉害了 这玩不过了 凤红 玩不了半点 凤红 别走 还有一波呢 还有一波呢 对 同样的情景 你毕业了 那这身衣服给他 这身帐篷给下一位 他叫做许卫舟 来来 迪哥已经到巅峰了 我正在直播 披上就行 对 好 在劫后返工的火车上 你欣赏着自己新买的衣服 对面的小朋友突然开始大吵大闹 没有他 还没有他 这没有 下一站就有了 下一站妈给你买 下一站妈给你买 没事 这站一会儿呗 瞅瞅这叔叔穿的多有意思 看上去 这穿得真搞笑 我这开工买的这个红色战袍 我这来年一定这个红红火火 行大运动 那祝福你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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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哎呀哈哈哈哈我要玩我不管 快起来吧地上多凉啊快起来吧 对 correspond 快起来吧 孙叔哥 你跟我玩 好你跟我玩好不好 哎呀哎呀 oh baby 你不管一管啊 这什么回事啊 他多大你多大你跟他计较什么呀 一个小孩多大人了真是 没事吧儿子 这时你说 他多大我多大 换我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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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什么 谁还不是个宝宝妈妈 妈妈我要走 妈妈你给我换个衣服 妈妈 这就是传说中的 用魔法打败魔法吗 对 你再来一遍 我正在直播 我要记录下来 我想访问一下 近距离观赏的吴先生 是什么感觉 近距离观赏 我感觉他这个魔法打败 魔法我之前反正看到过 就是发现只要吵架吵不过 就开始 对 对 对 真的就是很奇妙的 我觉得一个闹腾的宝宝 和一个打电话在谈几亿生意的大哥 是火车标配 是 是不是 每次都能遇到 好神奇 对 所以刚才这两位的表现 杨迪和周周 大家更喜欢谁的表演呢 如果喜欢杨迪的表演 请亮A 如果喜欢周周的表演 请亮B 来 准备 好 3 2 1 请选择 获胜的是魔法打败魔法的B 我那么多台词比不上沙坡打魂 看来真是此时无声甚有声 直接用魔法打败魔法可能是更好的选 是吗 但我真的觉得就是回家路上肯定会有各种各样状况 还是建议大家 互相体谅 对 稍微互相让一让 互相体谅一些 对 是吧 好 这是一个情境 下一个情境是关于在交通工具上拒绝和情侣换座的一个场景 我们的两位情侣的扮演者是来自南来北往的小白和金晨 两位 要考验的第一位是雪芹 刚演完母亲 孩子不要了 妈妈不带我了吗 妈妈 妈妈 让你做人 在节后返程的路上 你正在欣赏窗外的美景 带给你最后一丝假期的愉悦 这时候有一对情侣走了过来 咱俩就得坐一会儿 我给你做 是 就得坐一会儿 结果他俩发现位置不在一起 有一张票是你旁边的位置 于是女生说 同志 你好 那个可以跟我们换个座吗 我的座就在前面第三排那个 可以吗 我俩都出得相对 你看 因为你太累了不想换 于是你礼貌地拒绝 不好意思 我也不太舒服 对 不太舒服 那说不定到那边都舒服了 是 别的了 我就不想动 你看我俩 你说你个人在这 你说我分排那边 粘住了 你一人粘住了 他是你男朋友 是 他应该坐这儿是吧 对 你想跟我换是吧 是 不好意思 你男朋友太帅了 我也想跟他坐一起 你男朋友太帅了 我也想跟他坐一起 很难超越了朋友 真的太精彩了 你俩一辈子呢 就给我一段火车的距离 好厉害 厉害 厉害 好 下一位要上场考验的就是 冠林 冠林 对 到我们冠林了 好 您坐 一样的情景 演不过李老师 在街后返程的路上 你欣赏窗外的美景 带给你最后一丝架 七一的愉悦 这时候这对情侣又走了过来 我俩就得坐一会儿 这儿 他俩像碰瓷的 这个 大哥 同志 你好 那个我们俩得坐一块儿 那个方便跟我们换个位置吗 我的位置 对 在那个前面 对不起 不方便 不方便 哪儿 怎么不方便呢 你转开来说说 难受 难受 那过去也行 你扶我一把 你扶我过去 他看上你了 这就放手了 你先上一遍了 你送我过去 不会是讹人的吧 这位美女 你送我过去 咱俩聊会儿 我送你过去 你跟谁聊你 腿是坏了 我俩聊了 浑身都坏了 但她一扶我 可能就能好 你什么 相中我了 你试试 那个不相中她了吗 我相中你了 正好 其实非得给我俩拆去是吧 对 下了火车以后 咱四个就各自领证 就完事了 好 谢谢 好 冠林这种粘的 要不咱们 咱们四个落落做吧 落落做 好 如果更喜欢雪芹的表演 请选A 更喜欢冠林的表演 请选B 一 来 三 二 一 请选择 好 雪芹得到更多人的支持 恭喜雪芹 恭喜 谢谢 我这一千五百多公里也送不出去 这个真的有经常碰到 我经常碰到 我每次都跟人换 因为有的时候比较紧张 可能就买不到一个车 就很 常常会是 比如说 有可能就是 比如说 这是两个座位 这是一个座位 然后你跟你的同伴 可能买的位置 刚好就是 这个和这个 然后这种情况下 你旁边的人通常都会 帮你换 对 进嘛 这种 一个是进 另外一个就是坐在旁边 他自己一个人坐 他觉得也舒服 对 但是如果比如说 像刚才 金城说的 可能要挪几个位置 或者甚至挪几个车厢 大概率就是可能懒得动了 对 就确实比较远的 而且不一定一个终点站 保不齐又上来人了 又得换 这都我亲人经过 对 我一般都是对号入座 但是人家要换的话 就问问他是哪一站下 不然他只做两站 太麻烦了 对 如果说同一站还可以 哦 还有这个问题 对 如果终点是同一站 比如说都到 没关系 还可以 我还遇到过那种 其实上去就装睡最好 高铁是两截 两个车拼起来 他要跟我换另一个的 对 我说哥 我过不去 真的 你得到下一站跑过去 我懂 就是你现在下去 然后从那边绕吧 对 好 这是我们刚刚在车上的 两个情形 下车上的 车上的 就是